这是美国之音在4月29号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宁心 去年由于北京奥运 中国政府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 和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进行了对话 但是这次对话和以往几轮对话一样 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效 而双方最近的言辞反映出和解的希望似乎还在缩小 这使得人们不仅要问 西藏问题的出路何在 达赖喇嘛在世期间 西藏问题是否能够得到解决 今天我们邀请到前美国国务院西藏问题 特别协调人凯丽君女士 Miss Kelly Curie 请她来探讨这些问题 凯丽君女士在节目中说的是英文 您听到的是同声传语的声音 在节目进行当中 各位听众和观众欢迎您拨打美国之音的长途电话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提出您的问题 或者就西藏出路的问题 来发表您的看法 下面就是参加我们节目讨论的具体方式 在这也提醒您除了透过短播和卫星电视 您现在也可以登陆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以现场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并浏览其他的报道和音像资料 我们的网址是www.voachinese.com 好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讨论 欢迎您来参加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谢谢 刚才我们在节目的前面已经提到 就是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和中国政府 已经进行了到目前为止好几轮对话 可是这些对话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效 那么在近期内您能看到中国北京政府和流亡政府之间 达成任何的和解的希望吗 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长远的观点 那现在这个对话呢 已经进行了许多年了 与此同时 现在也是一个关键时刻 双方都是在思考 思考现在的局势 思考他们下一步该怎么做 西藏部分 还是非常致力于 要来通过对话解决所有的问题 国际社会也是致力于对话 那么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在中国政府和中国政府 是不是愿意来真正的认真的参加这种对话 来与达赖喇嘛进行谈判 得到一个解决方案 所以这是现在所面临一个大的问题 我们知道达赖喇嘛 因为一直坚持和中国对话的立场 最近几年来 那么他在西藏流亡 就是藏人中间也面临很多的压力 我们知道有一些藏人是主张 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那么过去几年人对话 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效 您认为达赖喇嘛 是不是面临更大的压力 就是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措施 更强硬的措施 或者更强硬的立场 那么很清楚的是呢 现在在藏人的权体中 观点也是截然不同 在西藏内部 西藏人 就是西藏内的藏人呢 他们决定要在某些方式 就是自己掌握自己的未来 比如说去年呢 在整个西藏高原 在125不同地区都有了抗议行动 他们自己组织起来 自发地进行抗议 抗议他们现在目前的处境 那么现在 现在这个时候呢 也是在中国新年 西藏新年的时候 藏人也有了这种抗议 这是他们自己的这种 和平的抵抗的方式 抵抗中国的统治 所以你可以看到 当地有一些自发的行动 那么与此同时 达赖喇嘛也在努力 进行对话 那么藏人是把对话 作为他们想要的一种方式 但是现在既是达赖喇嘛 也有点对中方失去信心 所以他们现在正在 丧失着一些希望 所以这就是使得在藏人内部 有一些法西斯主义开始滋长 同时也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他们要用别的方式 来表达自己的情绪 现在有一种看法 就是认为呢 中国北京政府呢 就是说在西藏问题上 采取这个拖延的策略 他们希望呢 就是说在达赖喇嘛去世之后 那么在西藏问题上 就没有一个再像达赖喇嘛 这样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人物 而且在西藏藏人内 有这样像心力的人物 那么他们认为那个时候呢 也许中国政府才觉得 再来处理西藏问题 您赞成这种看法吗 您觉得中国政府 是不是要采取这个策略 这个策略 很清楚的是 中国他觉得他们可以来脱鞋 他们可以等达赖喇嘛 去世以后再谈 他们的战术就是这么做的 那么他们也自己承认说 现在达赖喇嘛很受欢迎 同时他也有能力来领导西藏人 所以中国也知道 他是一个很有力的 很有影响力的这样一位领袖 而且现在也没有另外一个 达赖喇嘛的一个继承人 那么现在在藏人的 这样的一个团体中 还有没有像他这么具有影响力的人呢 那么现在有一些声音 可能说未来没有一个 一个就是说一个人 但是呢 他有一种更为共同的一种 领导的方式 所以这样就可以避免了 我们之前谈到过的一些 这个问题 比如说分裂 或者是用一个武力的方式 来表达对中方的情绪 所以确实在中方 他确实有这样一个战略 但是他没有考虑到 等待的这样的一个缺点 那么他可能 如果达赖喇嘛去世以后 可能中国政府要面对的一个人 并没有像达赖喇嘛 那么的讲道理 所以他们对于未来 还是有很多未知 那么达赖喇嘛可能是成为 中国的一个盟友的 我们知道就是说在 跟达赖喇嘛的关系上 那么很多西方领导人 不仅把他看成一个政治领袖 那么很多人呢 也是很多西方国家的领导人 比如说法国总统塞尔科奇 曾经公开表示 是把达赖喇嘛看成一个宗教领袖 而且对他的人格和这个宗教情怀呢 表示敬佩 不过在中国政府看来 所有达赖喇嘛的活动 那么都是政治活动 我想问一下您认为 在西方国家和中国政府 在达赖喇嘛的使命 和他这个人的 就是他追求的目的方面 是不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异 就是双方的看法 好像似乎有所不同 如果你来看一下 达赖喇嘛的今年的行程 那么他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在进行沉思 都是在进行宗教上的一些活动 他们自己也表达了一种愿望 就是不要再赞于政治 尽少的这个参与政治 而且他在过去 也采取了很多的步骤 花了十年二十年的时间 想要来进思 来减少他自己 在政治上的这个扮演的角色 过去呢 达赖喇嘛是一个政治上的人物 特别是在西藏内部 他是一个政治上的人物 那么现在已经改变了 所以他现在自己 也在这个身体地形 而且在西藏人中 他呢 达赖喇嘛 也不可能完全就去除 他的政治使命 因为西藏人对他有这样的要求 所以呢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那么西方呢 是把他作为 既作为一个政治人物 也作为一个宗教领袖 特别是 而且他的宗教领袖 这个地位是无法撼动的 而他的政治人物的 这样的一种身份呢 人们 就西方的领袖 在对待他政治身份的时候 更会小心一点 而且由于他自己的坚持 他已经说 我像在 不想再参与那么多的政治 所以 这个西方的人物 对待他 也就是 更为 把他看作是宗教领袖 我们知道 中国的民众 对于 就是说 中国的很多人权问题呢 是批评的态度 那么我们知道 西藏问题 被外界 被外界